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养知法说法据理例证 目前正在俄阁等候法官宣判的美国女篮球队员Britney Kleiner,有可能很快会回到美国 昨天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在媒体里面透露 在几个星期以前,美国政府已经是向俄阁提出了一个交换仇犯的计划 提议俄国释放Britney,还有另外一个名牵涉到国家安全的Villain返回美国 而交换了一个名叫做Victor的俄国军火商 今天我们可以解读这个俄国跟美国交换仇犯计划的一些具体内容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交换值不值得 在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全美各地一些重大法律新闻 当然这个政治跟法律事实相关 因为我们讲的法律都是透过政客、政治人物、民选官员进行立法的 在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今天的话 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杨安泽 他昨天都说已经宣布三个组织合并 来推动成立了一个叫做Forward Party 这个前进党 这个前进党里面的话 这是杨安泽在竞选这个纽约市长失败之后 他认为现在这个极左派的政策已经伤害到民众 当然极右派的这些政策不得民心 所以的话他在去年10月份成立了一个Forward Party 在Forward Party里面在昨天他们宣布的话 三个组织以后合并在一起 这三个组织里面的话 包括了一个组织叫Renew American Movement 这个组织里面的话是以前川普总统白宫的一个官员 叫Miles Taylor 他是成立的 他是属于民主党党派的 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做SAM Serve American Movement 这个服务美国运动这个组织 大部分的组成成员的话是民主党的 还有这个独立人士 并且的话是以前的Forward国会议员 是属于共和党的国会议员David Jolie 这所成立的三个组织来自不同的背景 这个杨安泽他是民主党人 在这个他曾经这个国足民主党的提名 所以他是代表民主党 另外两个组织 有一个是属于这个前川普总统 这个内国官员 他所领导的这个属于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 另外一个的话是背景是共和党的 这个国会议员所成立的 所以三个组织成立之后 他的目标就是不是left也不是right 我们是要forward 他来推动 他说我们不要政策 不要走直左也不要直右 我们是要直接往前 所以他用这个forward party 就是往前看 不左不右 只是往前看 当然的话 这个组织他现在的话 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三大的政党 他的目标就是 在今天的华尔军 这个华盛顿邮报里边 三名 这个三个不同样的组织 他们联合写了这个opinion 这个社评 他的原论里边的话 就是说这个组织为什么会成功 就是说第三个party的话 以前的大部分的第三个党派都失败了 但是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前进党的话 不会失败 他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在过去几年里边的话 两极分化已导致我们社区的分裂 他说这个尤其是1月6号国会听证会 这个可以看得出更将社区两个 这个美国人民更加分裂了 在过去两年的话 他说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对国会议员州长 最高法院法官 还有甚至副总统进行的 这个恐吓威胁 甚至这个谋杀 这些计划的话 这些案件的传闻不断发生 这也是表示出来的话 美国已经到了一个 在过去三 这个美国 如果是坚持下去 美国不一定能够坚持到300年的 这个美国合众国的庆祝 庆祝了 有可能会导致很多州 或者是美国内部的话 分化 连这个300周年的这个生日 都可能的话 美国都会那时候十分无裂了 所以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 所有的民众 我们不应该继续分裂下去 我们有这个必要 这个要组织起来 来能够走一个中间路线 他说现在美国的话 十个美国民众 有八个都说 我们现在国家走的方向走错了 所以的话 他说这个不管是民主党 或者是共和党 他们都是极端的路线 而导致的话民众的不满 他说现在很令人担忧的话 现在有3000万的美国民众 认为的话 以后用对政府采取暴力行为 是可行的 是合法的 所以同样的 这个有更多的民众 他认为里面的话 这个要强力的 用暴力的手段 来确保川普能够重返白宫 所以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民主社会不允许的 他说在目前的话 为什么出现的话 这两个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对就是因为很多议题上面的话 都是走极端路线 他说其实的话 在我们所有的美国社会里面的话 这个中间路线其实是最好的 大部分民众都认为 现在目前有一半的美国民众 都认为他们是独立的 有三分之二的说 一个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能够走中间路线的 所以这个部分 他提到了很多中间路线的话 就是说其实现在目前很多政策 其实是民众还是比较走温和中间路线的 他举例说在枪支这方面 他说大部分民众不同意 这个民主党左派里边的话 他说要剥夺民众持枪的权利 要取消第二搜证案的权利 这个部分是执着的 是民主党执着的路线 所导致的 另外大部分的话 也有很多人的话 他是不喜欢 这个共和党的 说放任自由 对枪支管理的话 不做任何措施 这种政策的话也是不受民众欢迎的 所以中间路线 他说保证民众的持枪权利 同样的政府做适当的管理 这是中间路线 大部分民众都是认同的 在气候变换这个方面的政策 大部分美国的民众都不同意 是直左派的 要完全的话 牺牲我们的经济 牺牲我们的生活品质 来进行环保 而他们也反对这个直右派的话 他说这个不要做任何环保的措施 所以这两个极端的话 都是不得民心的 另外在abortion这部分 在堕胎权的部分 他说大部分美国民众 都不同意 直左派的这观点 就是说不管这个到了哪一期 民众只要堕胎 不管是晚期的话 一个他们都可以堕胎 另外方面的话他们也不喜欢 极右派的政策的话 他说这个绝对不能够有任何堕胎的行为 所以这些政策的话都是极端的 所以他认为的话 现在美国民众70%的民众的话 他们都是这个希望有一个新的党 能够走中间路线 所以的话这个当然 这个路线里边的话 是去年这个杨安泽成立了 这个Full Party 现在两个这个组织合并 有可能会将这个影响力更加扩大 当然这个新的党出现了之后 会不会有这个举足轻重的 这个影响政策的话 这个很重要 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得出 当年这个El Gore跟小布什进行选举的时候 其中这个Rite Nader 一个民主党的一个人士 开出了一个party 这个party的话 就是从民主党里边分了很多票数 而导致这个El Gore失败了 所以新党的出现 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不一定能够当选 但是的话对于政策 有可能会因为这些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导致的话政策的改向 希望杨安泽能够顺利成功 当然国会现在有重大的突破 因为上个礼拜 Joe Manchin 他说他不会认同国会 这个民主党所提出了 这个Build Back Better的方案 这个方案里边 原来计划至少要提供3.5兆的资金 他认为这个是大福利政策 以后导致通货膨胀 导致我们纳税人的后代要买单 并且导致我们国家的测试会越来越大 所以在反对的情况之下 他昨天这个跟民主党的参议院的议长 Sumer 这个Sumer Charles Sumer 达成了一个协议 他会赞同民主党部分的方案 根据这个报道里边新的这个协议 就是说他会支持民主党所提出的这个预算案 在预算案里边这个数字 这个控制在4330亿里边 大部分的钱是会用在这个针对气候变迁 这个政策里边推动绿能的发展 同时这个部分也有开始的话 针对一些低收入全民健保的补助这部分 他会做出一些这个提供更多的预算 同时在授权国会针对这个联邦福利 与这个药厂进行谈判 这样子降低这个药的成本 以后保证美国民众 他自己要致富的这个药费的话 不超过2000元 所以这些政策主要始终在环保 还有这个环保绿能 还有这个健保方面 有关于补助学费 还有这个提供这个所有的这些年轻人 这个幼儿院的这个费用 社区学院的免学费 还有这个医疗这个请病假联邦要政府要补助 这些的话都他不都不同意 不过的说这些钱在这个package的话 3000多亿怎么样子来补助呢 原来Manson他表示他不愿意加税 但是他做了让步 他说为了这个部分的话 他同意会赞同在将来10年之内 这个透过加税的方法 争取筹到7390亿的资金 其中的话这样子可以cover住 这个预算案里面提出来的这个费用 并且的话这个其中有3000亿是用来这个减少联邦的这个赤字 这个情形的话他会采用 他同意的话对一些企业 这个还有经收税 同时会对这些有钱人精神加税 并且他也同意增加国税局的预算 征聘这个查税人员对这些逃税的案子加强这个清查 来增加政府的收入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可能这个会获得民主党的通过 现在参议院已经基本上有一个这个底线 知道的话可以加税 可以在健保方面的话授权 并且在绿能方面的话 Joe Manchin也是同意的 因为要获得预算案的通过 民主党必须要拿到50个选 50个自席票 还有副总统的一票 这样子才能够通过 虽然现在目前 这个Joe Manchin成为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因为他一直反对民主党自己提出的计划 现在已经改变立场 所以很有可能在这个两党 这个两会参中 众议院还有参议院会进一步的协向提出最后的一个预算方案 尽管共和党反对 但是的话因为预算案不需要60票的通过 只需要50票再加一就可以获得通过了 所以很有可能Joe Manchin所同意的方案的话 会成为最后的版本 加州有七大法官 不像联邦的法官 联邦的法官是终身制的 加州的最高法院七大法官是属于任命制 任命制他有任期任期12年 这一名名叫做这个Tanya Katyal Sakaya 他在十在十一年以前 他是Arnold总长所提名任命的 他原来是共和党 因为Arnold也是共和党提名出任 这个加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也是成为第一位亚裔女性的大法官 他父亲是生长在夏威夷 父亲的爸爸是Porsky 是葡萄牙人 妈妈是这个菲律宾人 后来他的爸爸跟菲律宾医结婚了 以后他再生长在Sacramento 做了念了法学院毕业之后 从事检察官的工作 后来做了法院的助理 后来做提拔出任法官 后来又是在这个州长办公室 担任法务顾问 后来这个Arnold州长提名 他出任最高法院的首次大法官 当然除了这审案之外的话 他还要管理加州的司法 整个法院的系统 法院的政策都是他制定的 他已经12年快到期了 他宣布他不再割足连任 所以不割足 这种情形之下 就让加州的州长Newson 有机会提名任命 另外一名法官来接任他的工作 加州的法官任命 基本上分成两种方法 一种是州长提名 以后任命 以后经个州议会认可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Tanya 他是原来是属于保守派的 但是在过去11年的投票记录 他基本上的话 还是属于自由派的选 自由派的 所以基本上加州90%的判例 都是一致的投票 这七个法官一致认同的 所以比较有少的反对票 因为这个加州七名大法官 尽管就是有可能是民主共和党提名 任命的 但是的话在很多政策处理 好像员工的权利 这个访客的权利 还有这个消费者的权利方面 他们基本上是认同民主党的政策 加州州长现在有这个机会 再度提名任命一位了 当然除了州长任命 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就是选举 一般的话选举出来很难 以后所以一般都是州长任命 以后到了连任的时候 有人可能出来挑战 但是往往99%连任者的话 都是可以顺利当选的 所以将来这个 虽然加州现在在联邦层次 已经是共和党的保守派的法官 以自由派的法官 基本上是5050 所以很多案件判例下来的 很难预测 当然在加州最高法院 这个法官都是属于自由派的 当然州长纽森 他也是属于自由派 Progressive 直径派的极端的 这个 这个 这一派 所以他可能会提名任命一个 这个也是自由极端派的一个 Progressive 直径派的一个法官 接任 Tonya的职位 罗汉基 时报 今天报道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的话 而引发各界的关心 因为这一名名叫做 Houston 这个Tippin的警察 在训练的时候 这个死亡了 后来警察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他说这个警察在执行 培训过程之中 不幸意外死亡 是属于意外死亡 但是他的家属开记者会 要状告警察 警察局市政府 说这个Houston 是被一群这些警察培训人员 用武力打死的 是一个犯罪行为 所以这个案子的话 罗汉基时报拿到了 这个验尸官报告 验尸官报告的话 讲述了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名在罗汉基警察局 服役 1966年的Tippin警官 他到了警察 他被派到这个警察培训学校里面 出教做教官 教官其中一门课 就是来扮演 遇到暴头攻击的时候 警察怎么样子维护自安 维护自私的安全 维护民众的安全 在过程之中 Houston他扮演一个攻击者 然后其他的几个学员 扮演警察 要开始镇压 在过程之中 然后这个两个警察 一个培训的人员 跟Tippin的话 扮演了两个 这个抱起来 一起打架的这个情形 没想到的话 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 然后Houston被摔倒在地上 摔倒在地上 他死者的家属说 一群警察 迎言为下去 不断地殴打他 因为他导致他里边的这个内伤 有这个骨头被打裂了 头部的话有裂痕 所以的话 这种的话是一种用无过度 施暴的过程 当然如果是有这种行为 这些涉案的警察 培训人员都可能会被刑事起诉 并且如果是真的有这种行为 而警察任由没有阻止学员 来攻击这个教练 那基本上 那他就可能会 这些死者家属 可以得到惩罚性的赔偿 因为总有犯罪行为 当然警察局说 根据验尸官的报告 他说这个警察当时在演练 他是扮演攻击者 他是一个教练 攻击的时候 没想到被学员摔倒在地上 但是地下的铺垫很薄 没有软的 所以的话一摔下去 头部受伤了 头部受伤之后 后来开始流血 但是的话呼吸有困难 所以的话很多学员开始来实行 CPR来抢救 而抢救过程之中 因为压了以后 这个要压胸以后 而导致的话用力过度 而在抢救过程之中 他的裂骨被折断了 不是被打的 而是抢救过程之中 当然现在的话 这个部分 究竟这个警察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警察政策有问题 而导致的死亡 当然现在死者的律师 这个Mark Gallagher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指出这个疏忽 有好几个疏忽 第一 Tippen他是个警察 他虽然有经验 但是他不是certified 他不是认证过的教练 所以这个警察调用他 他也不是教练 以后没有受过教练的认证 你派他去做教练 这个指定违反了这个政策 另外一方面 你的店 你知道里边有打斗的情形会发生 要演练这种部分的话 那你要做好防范的措施 然后你要在店底下地板 还有墙壁 都应该做一些防护性的措施 所以这些都可能会有构成疏忽的行为 所以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正式的审理程序 所以将来的话 究竟警察局政策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Tippen的死因 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到时候有结果 我也会跟大家解说的 在弗洛伊德的案件 4名警察押注黑人弗洛伊德 而导致押警死亡的案件 其中押注脖子的肖本 已经被联邦判处了22年的劳刑 在州也被判了21年的劳刑 他现在也会转到 从州的监狱转到联邦监狱 在上个礼拜 另外一名警察压住他的腰 在中间里边的位置 他曾经向这个小文说 他好像喘气喘不过来 我们要将他翻过身来好不好 那个警察被判了两年 这个劳刑在联邦法院里边判了 那昨天另外两名警察 我们还记得这名苗主的叫跳套 跳套他是维持治安 当时这些民众都拍照 以后要阻止这个警察的这个暴力行为 但是他阻止民众 因为他要保持保护这些三个警察的安全 他在联邦法院里边打了陪审团里边去 陪审团判罚他们两个是有罪的 尤其是这个Alex Kuhn 他是压住脚 他是光做过警察六个多月 他是被培训的 小文是他的教官 所以的话他只是压住脖子 别人叫他做怎么怎么做 以后他当然陪审团认为 你已经发现他喘气已经喘不过来 这个是违法行为 你应该阻止 他没有阻止 并且的话这两个警察在旁边的话 虽然没有参与 直接压死了这个弗洛伊德 但是的话他们的行为 已经没有阻止小文的违法行为 他们也有责任 所以这两名被判罚有罪之后 昨天 Tiao Tao 检察官邀请五年半的老刑 以后后来这个法官认为 Tiao Tao他是一个苗族难民身份 他从难民过来 自己求学念大学 以后在过去在警察服役有十多年 一直记录良好 以后是一个好的警察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从难民变成一个社区英雄的人物 本来警察要求五年半的劳刑 法官判法的三年半 这位Alex Coen 他是个新手 什么东西不知道 但是的话检察官要求四年半的劳刑 但是法官说他是一个新手 菜鸟 他在接受培训 很多的责任他还不知道 所以的话他判罚了三年的劳刑 所以的话在联邦里边 大概他们要扶板子85左右 当然跟其他两个案 其他这个Sharvin的案子不一样的话 这两名警察 他的州的案子还没有结束 所以很有可能 他这两名人士的话 会在州的刑事案件会认罪 并且的话会要求 同时执行联邦跟州的刑罚 Sharvin他的案件 联邦法官就是这样判 22年跟21年同时执行 然后在联邦监狱里边执行 所以的话 因为联邦监狱 有可能会对他们的安全更加保护 因为在牢里边去 他们认为他们的安全 有州的监狱的话比较危险 所以这两个案件的话 这两名警察 现在有可能会在联邦里边执行 不过说 现在他们还在等候州的案子的审理 这个案子会在10月份做最后的裁决 好的 我们讲回这交换囚犯的事情 Gliner他自己在向俄国的法官说 我因为运动受伤 我的医生给了我大麻的厨房药 我急急忙忙 打包的时候 没有将这个大麻油拿出来 所以我不是故意犯罪 并且我在机场被俄国的警察 这个案件拦下来的时候 我也不懂得俄文俄语 就随便签了字 认了罪 对不起 如果我自己知道大麻的存在的话 在一行里的 我绝对不会带进来 因为我知道大麻在俄国是违法的 是属于毒品 所以他已经认了罪 法官有可能很快会对他做出裁决 他最高可以面临十年的劳刑 当然在过去两个月 Gliner他的太太 她是同性恋 他的女友 发起一波一波的施压 除了找了非洲医上千个组织 向总统写信之外 Gliner他自己也给总统写信 总统拜登的话也回了信 他说我看了你的信 我们会全力营救你的 同时两个族群 非洲医跟同性恋社区不断的施压 现在的话终于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在这个昨天 这个布林肯 我们的国务卿 他表示几个星期以前 我们已经向俄国提交了 一个交换筹犯的计划 在计划里边透露了 我们希望除了这个Gliner之外 我们希望的话能够将 Paul Willen也换回来 那Paul Willen是什么人物呢 根据Wiki网的介绍 Paul Willen他是出生在Michigan 在Michigan大学念了书 然后念完之后 他去做了海军陆战队 派驻了伊拉克一个军人 但是因为在军中 他手脚不干净 偷同事的东西 偷了东西的话 被军事法庭惩罚 开除了 开除之后 他就是到了Michigan 一个汽车机造商里边 做顾问 他自己也是 自己成立一个安全顾问公司 也替这家Michigan的汽车机造商 到各地去采购零件 但是在2018年 他带了 因为他经常去俄国 东欧 经常出差 以后懂得当地的人文事故 他一个朋友 要娶一个俄国的新娘 所以这个美国 这个人要娶了 他说要请很多亲戚朋友 到俄国去 到墨西哥去参加分离 他自己说我没问题 我们我来带 我来带队 因为我熟失 我有俄国的朋友 所以他入境的时候 别人拦下来 他行里边的话 有八万块钱美金现仓 问他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Paul Willen说 我是当地的导妖 我的朋友要办分离 所以的话 我要拿这个钱 为了分离所用的 海关将这个钱扣下来 然后 但是分离还是继续进行 让他入境了 入境之后 在分离当天 大家都去参加分离 但是他唯独Paul Willen不见了 原来他偷偷的 到了另外一个酒店 要跟一个人会面 这个人 就是俄国的卧底 以后他说 这个Paul Willen 跟他达成协议 他说这个县民 他可以获得一个 这个俄国特工的身份 可以给你 考了一个U盘 以后 他在酒店里边 要跟他交易 那当然 这是俄国特工 所设立的圈套 他指以后 后来的话 Paul Willen 被逮捕了 他说是美国间谍 当然 他的辩护律师说 他军人 如果是 他是美国政府的特工 他不会找 抛露自己军人的身份 另外一方面 所有的特工 往往都是持有 外交护照 这些外交护照的话 都是可以免受逮捕的 有这个immunity 所以一般比较 这种敏感工作的话 情报工作人员 都是有外交护照的 他只是个乡人而已 但是的话 这个他说 Paul Willen 是你们故意设计他 这种的话 是陷害案件 钓鱼指法 然后 但是 最后的话 俄国法庭 不相信辩护律师的说辞 也要判罚他 16年的老刑 所以那是两年以前 所以他在牢里边 现在已经坐了两年 还有14年 那当然 现在的话说 两个美国人 换一个俄国人 俄国人是谁呢 这俄国的 就是 就叫 Victor Bolt Victor Bolt 这个的话 在2008年 他在 泰国 被逮捕了 因为他牵扯 是买卖军火 给恐怖集团 美国政府 引用了 长臂 Long Arm 管和拳 以后将他 这个 这个引渡到美国来 因为 这些恐怖 集团 购买了武器 是从 Victor手上购买 Victor的话 他 他本身 他是 俄国的空军 也是情报学校 毕业的 会说 七种语言 在苏联解体之后 他利用 他军中的关系 变成了 俄国 最大的 一个军火商 苏联解体 有大批的 军火 都是透过 他的集团 来经营 他只要有钱 不管你 这个 不管你是哪个组织 他都可以 卖给你 这些组织 包括了 哥伦比亚的 恐怖集团 一些 中东的 恐怖分子 美国政府 一直追他 因为这些 恐怖分子 拿到 Victor所提供的武器 伤害到 美国国家安全 后来 他引渡 回到了 美国 在纽约 进行审讯 在2011年 当然审讯过程之中 他们就 他们指控的话 这个Victor 他在里面 是做大老板 但是他的辩护理由 就是说 他纯粹是一个 做空运 业务的 企业家 所有军火 都赚的钱 都不是 他只是帮别人 运货而已 克恩委托 我将这个武器 问给别人 我赚这个钱而已 我不知道 这些武器 是恐怖分子的 我也不会问 这些武器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他坚持自己 只是一个 间谍 不是一个间谍 也不是一个 任何的一个 军火商 他只是一个 运输业者 但是 陪运团不相信他 以后最后 在2011年 在纽约 判罚他 25年的劳刑 他坚信自己 是被美国政府 陷害的 是美国政府 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他从来 没有跟美国 做生意 也没有进过美国 而被引渡 他进美国来了 所以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他不断的叫冤 当然的话 他在俄国的军界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 以后 俄国政府不断的说 你要释放Victor 当然同样的 说你美国的司法制度的话 是不公平 你wrong for detain 你不当的逮捕了 我们俄国的公民 导致这个案子 为什么俄国急着 就是要他回俄国的话 因为在民众 也非常关切这个案件 去年他关了 这个这个被判了25年 但是去那时候在 这个2011年 他就被判了 但是的话 那时候他在牢里边 他坚持画画 后来在去年 他在墨西哥的 这个博物馆展出了 他在牢中的艺术品 引起很大的关心 你可以看得出 你看看的话 他在被绳子吊住 以后这种求救的 这种各种的话 震撼了俄国 所以俄国民众也觉得 Victor是美国司法系统的牺牲品 以后并且的话 要求俄国政府 尽量的研究 Victor 那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两个人 两个美国人 要换一个军火商 划不划算 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 当然了 这个部分 往往是外交的操作 政治的操作 在华盛顿邮报里边 有另外一篇报道 他说这位名叫做 Mark Fogel的美国老师 历史老师 他到世界各地去教 这个美国历史 但是在教历史过程之中 他带了他自己 去了墨西哥 到了俄国去教学 没想到 同样的行李里边的话 找到了半个盎司 这个代码 他医生给他的处方药 他没有拿出来 后来这位老师 Mark Fogel 被判罚了16个月 以后那是去年 八月份被判 逮捕被判的 所以Fogel 他的家人 向美国的国务院求助 向总统求助 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所以家属说 Guyner很幸运 但是的话 How about my husband 我的老公呢 也是美国公民 但是的话 就是因为 没有团体 跟他生缘 他不是同性恋 也不是黑人 而这个政府的话 忘掉了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 政治的现实 在政治里边的话 你声音越大 越会闹事 政府会 越会重视你 很可惜 很可惜里边的话 他Mark Fogel 他的太太说 我们没有人听到 我们的声音 所以他被判了16年 有可能会死在牢里边去 也没有人关心 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邓宏说法 我们下期再见